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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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预计年内还将会再进行加息两次 但是此次的加息行动和持续量力的就业数据并未对美元带来太多的支撑 市场很有可能在美联储利益决议之后继续回吐部分的美元多头 另外随着医保议案将会在国会进行投票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财政的不确定性也会拖累美元持续下行 那如果未来诸如德国日本和中国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持续走软 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将会做出回应 这一平程度上也会限制未来美元的声势 从而支撑金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现货黄金在上个交易日收出了一根带有较长向影线的阴线 显示出冲高预阻后向下回落的斗能 当前金价在一二五二位置附近煞雨而归未能顺利突破 而这一点位也是自去年美国大选行情后金价大幅下缩的起跌点 所以预计将来会有非常强的阻力压制效果 那未来多工双方很有可能会在一二五二展开非常激烈的争夺 若未来空头占据主导优势则会引发金价走出单边行情 建议投资者短线可关注金价的下方空间 双方可留意强阻力位一二五二 下方需关注上个交易日的低点一二四二点七一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Siri来为大家带来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值得我们所关注 大家好 我是ACY的Siri 在本周五3月24日欧洲时段 北京时间15点45分 法国第四季度GDP年率终止出炉 16点 16点30分以及17点 法国 德国 欧元区相继会公布3月制造业PMI出值 进入纽约时段 北京时间20点30分 加拿大会公布2月CPI月率 同时段 美国会公布2月耐用品订单月率 21点45分 美国3月Market制造业 服务业PMI出值陆续会被公布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一重要信息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建议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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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